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9月22日 利物浦在胜诺玉智无悬念 本周三凌晨 英格兰联赛被第三圈全面打响 其中一场为诺玉智主场迎战利物浦 诺玉智近况低迷 反观利物浦状态极佳 此消彼掌 今仗理应要对利物浦的迎面看高一线 虽然诺玉智上一圈英格兰联赛被6比0狂胜班尼茅夫晋级 但是在英超赛场上 球队的表现却一塌糊涂 上轮英超主场迎战同卫生班马的屈福特 诺玉智令人失望的以1比3落败 而这已经是球队开季以来的连续第五场失利 他们也成为整个英超目前唯一一支全部落败的队伍 值得一提的是 诺玉智在降班的2019-2020赛季收官阶段 遭遇一波10连败 即他们已经跨赛季在英超连败15场 而这都是在主帅丹尼法克的执教下发生的 这位德国领队也创下了单一主帅执教情况下的 英格兰顶级联赛连败记录 在这15场败仗中 诺玉智总共只攻破过对手三次城门 其中还有一个12码 球员在场上集体迷失 如今排名垫底的诺玉智面临沉重的保足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试问他们又如何能够分心英格兰联赛杯赛场呢 不出意外 球队是议会派后备出战 战略性的放弃英联杯 阵容方面 后卫基斯杜夫 司马文和中场普斯美斯罗 派杰达等人因伤缺阵 与连战连败的诺玉智不同的是 利物浦如今的状态红的发子 上仗主场3比0大胜水晶功后 新球季开季以来的六仗各项赛事 他们豪取五胜一合的不败家计 穆罕默德 沙拿和沙迪奥 文尼等攻击手状态正佳 两人目前在英超中已联手攻入7球 而在维基尔 云迪克商欲复出后 后防线也在他的领军下固若金汤 五轮英超战罢只是一球 值得球迷高兴的是 上仗击败水晶功 不但是利物浦在燕飞路球场取得的 第三百五十场英超胜利 同时穆罕默德 沙拿和维基尔 云迪克也分别完成利物浦生涯的一百五十场 和一百场英超里程碑 不过与诺遇至相同的是 此次利物浦也会对阵容进行大轮换 如封线很大可能派出阿利斯 奥斯利张伯伦 迪和克 奥利基和南野拓时的新三插击 当然 即使是由后备出战 利物浦在各方面也是占据优势 无论是球员的个人实力 还是整个球队的精气神等方面都处于上风 与此同时 在经济英超手战中 利物浦正式在诺遇至身上取得的开门红 此次再次挥军卡诺路球场 利物浦获胜晋级的可能性高达九成 阵容方面 后卫尼高 威廉士和前锋哈维 艾利洛等人有伤在身不能随对出征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